那基本上我都会有一个那个课程上课的内容,大概上哪些东西,比如上礼拜的部分,我们是讲到有关那个,比如说比较重要是那个人事芬兰,人事芬兰那个范例,那里面会用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,就像Column Row跟那个Index,他用Mid去做切割,再来呢,大家也介绍一个叫Repress的函数,那另外还有Indirect的函数等等的,那其他的话呢,当然呢,我们课程里面 很重要一环,就是可以把函数的逻辑,可以把它转为VBA,那这部分的话,当然我们有在这边有做一个说明,那其他还有像提到有关,就是说呢,你想要了解那个VBA里面,像在VBA里面撰写程式,里面会引用到一些函数,他当然有一些长得跟那个Excel很像,可是不完全相同,VBA里面的函数,其实数量没有Excel那么多, 所以上礼拜有提到啦,就是其实主要,就是按那个,打一个VBA点,然后你可以用选的,里面大概一百多个,如果你要查询那个VBA的函数的话,你可以按F1,他可以做那个函数说明的查询,那其他的话,当然你还可以引用什么,你用那个,在VBA里面呢,一样可以把Excel的函数拿来用, 不过呢,那个引用的方式比较复杂,你可能要先打一个Application,点,Worksheet function,再点,他会把那个Excel所有的内建函数都给你列出来,大概两百五十几个,那使用的方法其实,也都跟用Excel里面函数是,VBA里面函数是一样的, 但是,这个可能要稍微习惯一下啦,那这个主要用意就是说,以后如果你在算写VBA程式的时候,你就会有更多的资源,因为呢,你用函数哦,他可以很快帮你解决某些问题,但是如果没有的话,你可能就要自己去动手去写哦,那其他还有像把四栏, 恢复成单栏的话,里面可以用到INT跟MOD这两个函数,那这两个数学函数呢,当然比较,尤其是MOD比较少用,少用不代表它不重要,在很关键的时刻哦,你可以用MOD可以产生一二三四一二三四,有没有,那INT的话呢,可以产生什么,产生四个一,四个二,四个三,有没有,那这个地方的话呢,应该还有影响啦,如果忘记了,请各位参考一下, 云端白板上面都有答案,那我有一套自己的一个公式,比如说它产生四个一,那我就先把它现在所在的肉,把它归零,归零之后除以,比如说有四栏就除以四,那最后呢,它会是零开头,所以把它加一,加一的话呢,就从一开始哦,那类似有这些方法,我想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,那有些细节,假如你忘记哦,底下都会有一个完整的影片啦,你就是自己再回去看看吧, 当然很多东西啦,说真的,尤其像VBA程式的部分,你听一次就懂哦,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啦,不过,我也把它录下来,那这,比较是确保我们上课的品质, 因为有些东西啊,真的听一次就懂哦,真的除非你自己本身程度已经相当相当相当好,不然的话,可能你听一次很多地方就漏掉了,那怎么办,没有关系,记得回去一定要反复听讲,听到会为止,所以我会把它录下来,主要是希望真的可以,把你们交会啦,希望你们能够在工作里面呢,能够把它应用出来, 真的能够提高工作效率,好,那这部分的话呢,是上礼拜的重点,那今天的话呢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在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哦,有一类是,综合的高阶函数的综合范例啦,那里面当然有很多题,不过今天因为时间关系,没办法讲那么多题, 也许我们就讲那个,有关销货单部分嘛,这销货单也是最多同学希望能够了解的,那这个范例里面呢,主要就是你打开这个销货单的范例哦,我们主要是希望怎么样,很多地方像单号,比如说你填了,这个单号理论上是自动产生的,那还有这边的日期,订单日期最好是什么,最好是你可以,比如说呢,可以透过什么呢,透过这个地方, 下拉清单,比如说呢,它只要什么,选取,它是极键,普通键还是最速键,那底下都有提示,如果是这个什么呢,普通键的话呢,那当然就是五天,意思就是说呢,今天的日期五天之后,那所以你选了这个下拉清单之后,它应该会自动帮你带出是五天之后的日期,但是呢,会有个问题,你们是不是六日, 礼拜六礼拜天,有没有上班,另外的话,有没有国定假日,OK,可能会有这个,不然的话你五天之后,当然加五是OK,可是问题,没有上班,那当然你或送到,也是会有问题,所以怎么办呢,理论上应该要避开礼拜六礼拜天,甚至最好是能够避开国定假日,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, 有哪一个函数,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一点,前面好像在那个日期函数里面有一个,有没有,各位名字像,叫我什么walk day的,他walk day的话就可以帮我做到这,但是问题我的需求是,当我下拉清单之后,自动帮我产生这个日期,OK,另外第二个是,这边有个客户,客户的话,我希望能够下拉清单,比如说,我今天这边有个客户的清单, 那以后呢,我自动抓到编号,当我选择一个编号之后,自动帮我带出其他,其他资料,有没有,这些资料,自动带出来,另外呢,当然,最好是下拉清单可以自己维护,比如说你今天有004,可是如果005,那自动应该可以,自动update才对啦,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说,每一次都还要再,重新再去更新一下那个范围,那不就很麻烦, 所以我们什么方式,另外还有一个就是,最好是按delete的键,这边也会自动消失,有没有,比如说我今天选,其中一个他自动带,但是如果我把它删掉,他应该也要自动删掉才对,那当然我就选了一个,比如说某一位客户打电话来了,那我请他说,你是,你的客户编号多少,他就给我,那我就帮他选了, 好,选了之后的话呢,再来,诶,请问一下你要什么东西,最好是什么呢,他有一个订单,他有个商品编号啦,反正一般都看编号,好,或者是说你可能,现在有barcode机等等,反正就是输入那个商品编号之后,一样带出序号,品名,跟单价,然后你随便问他说,诶,那你要多少个,你要三个,他自动帮你把它小记, 那选了一个,选了两个,然后呢,诶,这个地方几个,OK,那你会发现呢,当这个地方,有个小记之后呢,上面呢,也会自动帮你把销售的总额带出来,OK,那这样的话,最后你需要什么,按个订购,或者是新增,那我们当然订完之后呢,诶,希望一定是把资料存起来嘛,然后呢,把这个销货单清空,清空之后,最好这个单, 单号呢,自动帮我加一,因为呢,如果单号自己打上去的话,很容易打错,而且单号打错很麻烦,比如说你重复单号,不行,一定是不行,所以尽量是什么,尽量是自动帮我加一,诶,所以我们的需求是这样,我把什么呢,把这些资料,通通存在销货名系里面,诶,有没有,所以后面的话呢,有一个是,专门存资料,有点像, 把Excel拿来当资料库用,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的用途,那我把哪一些栏位呢,把A到H,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储存A到H这些资料的话,包含什么呢,单号,它的订单的日期,那或者等等,到销售转合,好,我希望他帮我把资料填上去之后,并且呢,帮我把这些资料清空,然后呢,把单号自动加一,诶,如果我有这种, 需求的话,我demo一下,类似这样的订购一下,那你会发现,按下去之后,这个单号呢,自动加一,其他资料就删掉了,OK,那另外还有一个,就是说,这边的资料里面,几乎整个表单都保护了,为什么,因为不能让使用者乱修改,OK,所以呢,基本上只有白色的区域,是可以变动的,其他的区域呢,我都把它保护起来了,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,以后,诶,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啦,我前面讲过,尽量把那个,可能发生问题的部分,尽量把它限制起来,那也会减少很多的麻烦,因为使用者的操作习惯,真的非常的不好,没有问题的都会变有问题的,反正他就无聊就试一下,那尽量你就保护, 所以,销货单的重点,大概会有几个,第一阶段呢,我们就是先做出一个,销货单的界面,自动化,第二个的话呢,再来讨论说,如果按一下订购,我希望能够把资料帮我带到销货名系这边,增加一笔记录,并且怎么样呢,自动帮我把资料清空,然后呢,单号帮我加一,OK,最后再来讨论就是说,资料呢,我希望把它全部保护起来,不要让使用者乱动, 大概会有这些东西,那请各位呢,也许先开启那个销货单这个范例,那待会我们一个一个分别来完成,大概这个销货单,或者你们可以开启,在范例档里面有个销货单,然后解答的话这边也有啦,所以我的习惯一定会有个练习档,一定会有一个这个,程式码就是里面会用到的一些画面,OK,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,画面先还给各位, 先把那个销货单的部分呢,先打开